随着气温持续的飙高 从事户外运动要格外的注意热伤害 空情总队花莲驻地勤务大队 27号就连续进行了两趟的勤务 一个是着西乡太平溪营地 将21岁骨折的陈姓山友调挂下山之后 接着又飞回到了拔铜关月灵古道 山鹰住在所附近 将中暑造成羞克死亡的 66岁阳姓山友遗体 以及昏迷的古姓女山友调挂下山 这两起的山南救援 一起是瓦拉米步道一名山友 疑似中暑后欧卡 与一名拟山友昏迷 另外一起则是在太平溪营地 山友谷折的救援任务 空情总队接获花莲县消防局通报后 立即出动黑鹰直升机进行调挂作业 分别降落在玉里镇 玉里国小永昌分校操场 以及花莲德星棒球场进行后续转院的任务 27日的4点37分有成功吊挂并后送患者 第二起山南案件为6月26日 在太平溪源营地 它的行程是6月24号 预计从瑞税林道进入 预计在7月3号中平林道要出来 在26号的时候 在太平溪源营地有一命 陈信山友 他有发生较严重扭伤的状况 当下我们请他通知他不要再做移动 再做移动可能会有二次伤害的发生 然后再并同步通勤通知空勤总队 在27号的时候 在早上8点55分的时候已经吊挂成功 并后送自己医院 消防局表示花莲强镇之后 山区原本地形因土石崩塌 导致地形骤变 再加上多边的天气 上午艳阳高照 下午可能就下起雷震雨 进而增加了登山潜在风险 也提醒山友爬山时 一定要注意相关安全事项 记得综合报道